今年,是贯彻落实港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也是江北新区管理体制调整后浦口开启发展新征程的起步之年。 2018年,浦口准备怎么干?政府工作报告做出具体安排,发展不极优化中部权域旅游组团存起老山生态景观养生金轴,以龙之谷,华夏文旅,极光片鱼等项目为龙头,串联老山国家森林公园,珍珠全度假区, 汤玄旅游度假区,加快打造千亿级休闲旅游产业,西部产岗城组团启动国家级开发区创建,以台机变,格光半导体,上汽伊维科等项目为龙头,全面拉开经开区50平方公里,桥林新城86平方公里建设框架,加快打造千亿级集成电路,千亿级交通装备产业,东部都市区组团对标新区核心区域,持续提优江浦主体功能区教育,医疗,文化等公共服务功能, 和城市治理体系,以红月城等项目及特色街区建设为依托,加快打造500亿级商贸服务产业,提升中心城区亮丽形象,辐射水平,南部高新区组团建立两落地一融合,以中法创意风情小镇,中华书法小镇等为引领, 联动科公园,球宇山文创源,着力培育500亿级文化创意产业,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,北部新型城镇化组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,以永宁新市镇,清电九峰山田园综合体等建设为引领, 高标准提至539平方公里美丽乡村示范片区,同步完善路网、管网、水电器等山北片区配套短板,实现区域互联互通,资源共建共享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, 今年政府工作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,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按照总书记视察将苏仲药讲话要求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安排, 仅扣两具一高,一个高水平建成,六个显著四个生态主题,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坚持新发展理念,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,用系统化,项目化思维全面做好改革创新,实体经济发展,城乡精细建管,生态文明建设,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, 推动浦口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步,主要指标安排建议地区生产总值,可比价, 增长11%公共预算收入,同比增长10%社会固定资产投资,同比增长12%社会消费品,零售总额, 同比增长10%全体居民人金可,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, 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,抓好转型升级,促进产业集群高端化一强化产业发展, 推动新兴产业提速成长,集成电路,交通装备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,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5%,全年新增规模以上企业发加, 万元工业增加职能耗下降1.5%,推进全域旅游发展, 高标准实施差路口片区环境提升,珍珠玄景观改造27等工程, 像珊瑚有氧运动生态广场对外开放,实现旅游总收入和游客接大量增长20%, 强化项目引领,推进龙华红月城,旗科总部基地等大型商贸综合体建设, 努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,保障华夏文宇, 极光片语等新签约项目尽早落地,加快紫光半导体, 零零动物王国等席建型项目建设,推进台积电17, 新全科技一期,美国空气化工等项目投产达销, 实现龙之股风潮酒店对外运营, 越博新能源系车部分是生产, 确保益中基金会中国代表处总部, 鸿海产业基地等在首在台项目正式落户, 全年引进总投资一元以上项目56个, 其中10亿元1亿美元以上项目14个, 强化平台支撑,经开区继续实施17.5平方公里连片拆先扩元, 推进输人学校,琼花湖人才公寓, 产业人才共有产权房等功能配套建设, 打造紫峰原创中心,低探股27, 智慧股研发金融中心等服务平台, 丰子河大道等10条20公里道路建成通车, 工业污水处理厂等五项基础设施进攻投用, 科工园海峡大道以登陆网全面贯通, 以新陆网全面开工,加快推进科创大厦, 总部大厦,自贸区大厦等载体打造, 启动中法创意风情小镇基础设施, 两岸设计小镇产业项目建设, 建成蓝溪公园20万平方米海绵城市示范区, 小雨沙文创园围绕国家级文化产业园, 国际化书法交流圣地目标, 全面启动建设,创意设计园,文创空间, 书画艺术长廊建成投用, 极具产业链关联企业70家, 启动高望建区规划部级研究,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, 用好改革红利,促进自主创新系统化, 而突出完善机制, 不断完善与江北新区发展要求, 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, 集成各园区产业扶持政策, 优化老山板块一体化管理机制, 加快科技金融合作创新示范区建设, 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, 实施国资金管综合系统二期开发, 进一步统筹设水事项建管职能, 探索建立工建配套回购机制, 完成国家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, 确保五个以上村深化骨改工作, 通过农业部验收, 建成区及农村产权交易中心, 突出资源续合, 按照政府引导,市场运作, 规范管理,滚动发展原则, 新社科创,海外直通车等专项子基金10亿元以上, 引导带动社会资本与实体企业, 主导产业精准对接,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, 公共服务等领域, 积极推进老山休闲旅游综合开发等项目落地, 坚守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红线, 连片提升9000亩耕地质量, 实施增减挂钩, 占卜平衡2500亩, 清理批而未供土地2000亩, 新增闲置土地处置率达100%, 突出创新驱动, 推动扑口高新驱实体化运作, 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,南京审计大学等在明高校, 共建新型研发机构2家以上, 搭建校企联盟5个, 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孵化链条, 发挥科技振长团桥2秒带作用, 签订产学员合作项目50个以上, 新增在夫企业50家, 毕业企业5家, 建设1元以上科技创新类项目12个, 加快国家知识产权强限工程试点区建设, 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0%以上, 大力实施创业南京英才计划和青年大学生命具计划, 出台人才安居相关配套政策, 引进创业南京人才4名, 创业浦口人才30名, 守好绿水青山促进城乡发展品质化三提升城市功能, 圆满收官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, 完成北庄等片区增仙100万平方米, 整治揽越山庄等7个老旧小区及零散片区64万平方米, 实施江淼路等6条道路, 20条背街小巷, 6个油园绿地整治和主城区景观量化工程, 推进畅行浦口建设, 加快压陵次国道, 235国道等10条干线公路建设, 推动美丽绿道创建, 配合推进长江五桥, 宁河高速改扩建等重点工程, 加快实施城西路综合换乘输流等建设, 开展公共交通品质提升三年行动, 启动环老山轨道交通集中力量轨道交通一号线, 江浦桥林段研究建设, 新系优化10条公交线路, 建设50座智能公交站台, 新增公共停车位5000个, 公共自行车2000辆, 加快打造15分钟出行交通圈, 实施全区天然气管网两年建设计划, 当年建成燃气管网50公里, 配套改造冠装器用户9350户, 提升乡村颜值, 全面推进桥林4.3平方公里老城综合开发, 加快打造石器和风光带, 启动永宁休闲旅游特色镇建设, 创联珍珠村, 除河风光带等景区, 完成汤泉九龙湖环湖景观打造, 启动灰济四景区商业建设, 加快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步伐, 推进兴电九封山6.8平方公里田园综合体建设, 实施江新桥县以期60平方公里环境综合整治提升, 实现美丽乡村全域覆盖, 建成林全福音, 讨盛书乡等新珍珠村, 创建市集美丽乡村市半村9个, 市集民宿村2个, 提挡升级农村公路30公里, 实施街村污水处理设施一体化建设运营, 深入推进厕所革命, 有序实施农村垃圾分类处理, 提升管理水平, 深入落实263专项行动, 推进129个排水单元以污分流, 20公里污水主次干管建设改造, 实施珠江污水处理厂三期河中水厂二期工程, 进一步完善三级河长工作制, 开展珠北河等七条河道水环境提升, 全域基本消除黑瘦水体, 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, 狠抓狼尘管控, 接赶进烧和餐饮油烟治理,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力争达到75%, PM2.5年均能度较2017年同期下降10%, 依托智慧城管, 智能交通和铁网工程等平台, 加快创建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城区, 办好民生实事,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色作时社会保障, 抓住群众最关心, 最直接,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, 推进28项民生实事项目, 深入实施全民创业行动计划, 突出抓好大学生, 农民工, 科研人员等五类群体创业, 加强人力资源供需对接, 新增就业一万两千人, 转移农村劳动力一千四百人, 培育自主创业者七百人, 建成一个省级创业型街道, 17个省级创业型社区村, 探索实施困难群体补充大病保险制度, 有序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及统筹, 继续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, 确保低收入农户, 经济薄弱村建发达村脱贫率达90%以上, 正安,苏北淮安被口制员包袱工作, 积极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住房租赁试点, 全面推广保障房全装修和装配式绿色建筑模式, 建设各类保障房及公共配套500万平方米, 竣工130万平方米, 妥善解决人阵街拆先安置房伴证问题, 建成3A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3个, 社区住餐点26个, 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口比例达20%, 新增行众及旧普及人数4000人, 提标残疾人真家五家, 作优社会事业,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, 组建两个教育集团, 新建三所公办集会民幼儿园, 四所中小学, 启动浦口中专校时训基地改革建, 实现学前教育无证人心灵, 义务教育优质资源覆盖率达88%, 征创省教育技术装备示范区, 进一步优化整合区内重点医疗资源, 推动意大利国际医院加速签约落户, 加快中心医院脑科楼, 中医院儿童中心和乔林新城医院建设, 同步提升七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, 大力实施文化测民工程, 启动浦口区博物馆建设, 举办浦一名家系列展览, 全民阅读,文化会民系列活动, 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3家, 继续办好三赛一节, 加快推进浦口有氧运动健康源建设, 形成浦口特色全民健身品牌, 做经社会治理, 优化豆建大联型大数据库, 推广智能行更系统和寻业机制, 提高问题发现率和公众参与度, 升级完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功能, 有序开展信用应用试点工作, 试点推进街道物业服务中心管理模式, 推广派单式服务, 等级化收费, 小区物业管理标准化建设达标率提升至75%, 深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, 开展五个一机制社区试点, 城乡和协社区合格率分别达98%, 95%, 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, 公众安全感保持93%以上, 数号勤联风系促进区域环境优质化物, 坚持依法行政, 实现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, 培育省市依法行政示范典型, 以江浦街道为试点, 整合城管, 市场监管, 联行力量, 探索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模式, 深入推进75普法, 加快建设区及法治宣传教育中心, 坚持为民事政, 深入推行互联网加政务服务, 推进一张网向街道延伸, 实现审批服务事项, 网上办理率100%, 推动3550常态化, 制度化, 积极探索容缺审批, 实现区内重大项目带办率100%, 完善12345公单办理跟踪检查机制, 群政新增诉求化解率达到95%, 坚持连结从政, 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微腐败, 依法实行财政预决算公开, 严格推行审计权覆盖, 坚持政府过近日子, 严控三公经费, 保持须及机关运行支出零增长, 重点推进争地拆迁, 重大工程, 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政务信息公开, 以行政透明度提升群众信任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